虽然仰出破百的霸王鬼宴在台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不过对于我来说 从耗材制作到席线摸索 经过了数年的努力 直到今天终于才让我从无到有 仰出破百的霸王鬼宴 真的非常感动 今天要来总结一下这几年的饲养心得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仰出长牙甚至破百的霸王鬼宴 霸王鬼宴一直是我长期饲养的甲虫 它刺鞘的黄黑色V字型花纹实在非常华丽 加上可以破百的体型 相信大多数人很难不喜欢它 我在6月初挖出了两颗长牙霸王鬼宴的蛹 它们分别在6月的中旬和下旬羽化了 这只是在6月中旬羽化的个体 莫重44颗 哎呀它有点躁动 可能惊扰到它制服了 没关系还是要把它抓出来看看 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敲心虫哦 这只的牙看起来还蛮修长的 不知道能不能破百 量一下它的体长吧 哎呀大约可以量到99mm 只差一点点就能达标 太可惜了 不过尽管如此 它仍是完美的 将它放到潮湿水台中继续制服吧 第二只的莫重50颗 这只有拍到它的羽化缩食摄影 一起来看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好了,现在可以量看看它的体型了 真是太开心了吧 可以量到104mm哦 破百个体拿在手上的感觉实在太震撼太感动了 相信长期关注我频道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养霸王鬼燕的时间很长 然而直到最近才真正养出长崖的霸王鬼燕 甚至到现在才拥有第一只破百的个体 毕竟要从耗材的制作开始 然后靠着其他私域家在网路上分享的资讯片段 持续摸索调整饲养的方式 耗费了好几年直到养出长崖个体 这个漫长的过程确实不容易啊 不过能这样从无到有挑战长崖霸王鬼燕 实在太有成就感了 当然啦 养出破百个体并不是终点 下一阶段的目标 希望能挑战105mm甚至110mm的关卡 持续追求稳定养出长崖个体的公式就是我的目标 现在我要将这几年饲养霸王鬼燕的要点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顺利养出长崖甚至破百的霸王鬼燕吧 1.温控 温控是饰养霸王鬼燕的门槛 没有温控几乎很难长崖 甚至无法顺利度过台湾炎热的夏季 我的温控是23度 2.容器 宫的霸王鬼燕幼虫 体重门槛需达到40克以上才会比较容易出长崖 如果养得不错 体重达到50克以上甚至60克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巨大的幼虫当然需要巨大的容器 一般来说工虫至少需要8-12公升的容量 另外容器深度非常重要 至少要有15-18公分以上比较适合 3.耗材 耗材尽量以发酵木屑为主 我现在的饲养方式不会再混入兜土 也不会放产木给幼虫啃 单纯用自制发酵木屑饲养 只要发酵木屑的发酵程度适合 幼虫要养肥并不难哦 另外耗材的湿度不可太湿 太湿的耗材会造成幼虫的隧道变得很粘腻 泥状木屑会沾黏在幼虫体表而不健康 4.换木屑方式 现在我喜欢先放入幼虫 然后再将木屑倒入 用手轻轻压食即可 绝对不要用力压木屑 这点很重要 5.换木屑时机 换木屑的时机也是个要点 霸王鬼燕的宫幼虫重重复化到画涌大约要14-16个月 三菱期大约一年 在三菱中期以前 换木屑的时机点就是每2-3个月换一次 木屑都是全部换新 大约三菱中期后进行最后一次换木屑 我的画是全部换新墓穴 并未采取补土或不分换土的方式 然后就这样放置半年吧 这阶段要用最高规格防止木屑入侵 一旦木屑入侵 墓穴就会提前朽化 造成幼虫不愿意造勇士或是乱钻钓客 总之 木屑绝对是长崖鬼燕的死敌 务必要全力防治 以上就是我在这阶段所领悟到的私域要点 全部不长师公开给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都能如愿养出巨大的霸王鬼燕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观众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并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回见 拜拜